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兰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普京与习近平9月15日会晤 将讨论乌克兰及台湾的问题 习近平跟普京为什么要讨论乌克兰跟台湾的问题 那不就是相互的协同配合 相互的帮忙吗 那么这两天大家要知道 针对中国网民的资讯战打的是乐祸如图 如果北部战区原司令员李乔明发动军事政变 习近平在中部战区调集四十万大军镇守北京 天津 通往东北的主要交通要道 军事要塞 那么习近平还如何悠哉悠哉的到哈萨克斯坦跟乌兹北克斯坦去访问 出席上河组织国家领导人峰会 跟普京坐在那个地方喝着茶讨论台海局势 讨论乌克兰局势 不应该是坐在北京城坐镇指挥吗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像他们讲的乌克兰大反攻 乌克兰获得了大胜 乌克兰乘胜追击 乌克兰要打到莫斯科去了 大胜了 俄罗斯战败了 西部军区的司令员都被活捉了 那么普京为什么连一个军事会议都不开呢 开的反而是经济会议 兜里有钱了 想着怎么样把钱给花掉 对吧 应该是去开军事会议 怎么还跑到中亚去跟习近平见面呢 难道是两人拥抱相互取暖吗 相互安慰吗 这个有一点太不符合逻辑了吧 那么现在在美国台湾政策法出台之前 美国又放出风声来 说考虑中国无从台湾对中国制裁 台湾当局还呼吁欧盟也跟进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个 欧盟的情报官员要访问 要串台 被我们成功发现成功的 给狙击了 这个没有成型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都来讲一讲 俄罗斯普京与习近平9月15日会晤 将讨论乌克兰及台湾问题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宣布 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5日将在乌斯贝克斯坦会晤 期间会谈及乌克兰和台湾的议题 俄罗斯总统助理佩斯科夫在首都莫斯科会见传媒说 两国家主将讨论中俄双边议程以及主要的地区与国际议题 佩斯科夫称 利所盗来 他们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中 其他未有的高度信任 给予积极评价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看 普京在上河峰会会晤谁 习近平 吉尔吉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托库曼斯坦总统 比尔德姆哈梅多夫 伊朗总统莱希 巴基斯坦的希里夫 印度莫迪 土耳其二端 阿塞拜疆 阿里耶夫 你看 这不都是欧亚大陆上重要的一些国家吗 所以说习近平跟普京是在讨论武统台湾 这个事情 武统台湾这个事情 我说过北部战区换上 在东中英对峙一线的西部战区 原西部战区的副司令员 空军司令员 到北部战区来 什么目的 目的当然很明确了 就是要牵制中海美军 在这里牵制中海美军 东部战区 这边就差不多要上了 差不多要上了 他还会有事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然后你看 我说了没错吧 我说这个就是习近平到中亚去干嘛去 台湾没有一个一个博主在告诉你这件事情 只有我在告诉你 提前的就告诉你了 我说这就是为武统台湾在布局 现在呢 证实就是名牌 就是我就是去讨论台湾问题的 讨论我武统你俄罗斯该怎么做 俄罗斯加大力都对中国支持 俄罗斯的军力在这个日本那个地方牵制 北部战区跟俄军一起在东北亚牵制 住日住海美军 这边直接就是猛攻 实际打 实际干死他们 对于南部湾亏的政权 对于所谓民进党 人民政协网已经说过了 这是统一的最大障碍 必须要铲除掉 那国民党 人民政协报也这个发文 要求他们你赶紧 你如果说我们要过来捅的话 你想要留活口的话 赶紧承认九二共识 这个九二共识 你不是执政党 你是在野党 你承不承认 其实 政政上来讲 根本就无所谓 但是这个是给你一个机会 念在当年国共的这种关系 以及长期以来的这种关系 给你一条活路 但朱立伦他不要这条活路 他说一中各表 好 那蛮好的 那过来的话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这些人物 统统全部屠杀掉 杀了片家不留 对吧 在现场办个检疫的法庭 然后都绑上绳子 站在那个墙壁上面 机关枪直接扫射 点射点死 点死 就跟当年 罗马尼亚处决这个 切尔赛斯库夫妇一样的 对吧 直接就是在现场检疫法庭 然后对着墙壁 直接拿机关枪打死 就这样子 不给废话 这都是在布局 为此我们看到 路透社 美考虑制裁北京防清台 台呼吁欧盟跟进 在中国大陆近期加大对台军事威胁后 路透社周二 9月13日报道 美国正在考虑以制裁中国 嚇阻北京并防止入侵台湾 与此同时 台湾也传来要求欧盟采取类似措施 路透社在美国时间周二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入侵台湾 正在考虑对北京实施资产 台湾也正游说欧盟 要求布鲁塞尔采取同样的措施 消息人士透露 华府的讨论和台北 对欧盟特使的游说 都处于早期阶段 据报 目前西方国家 已在电脑芯片与通信设备等领域 对中国实施部分贸易与投资限制 华府与台北希望扩大制裁范围 不过消息人士没有向路透社提供 相关讨论的细节 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 尼卡塔告诉路透社 有鉴于美国及其欧盟 与中国经济的广泛纠葛 他们可能对中国实施的制裁 会比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要复杂得多 自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8月串台后 中国随即加大在台海的军事行动 包含举行维系7天的军演 并持续派军舰军机跨过台湾 海峡中线 这又是什么意思 所谓对美国 对中国进行制裁 我说过 美国现在对中国已经开始在制裁了 这种制裁 无非就是限制中国的崛起 搞技术铁木 美国不是刚刚又搞了一个 所谓的生物 不依赖中国的一项法案吗 也就是说 这种涉及到这些制药 涉及到这些针头 口罩 对不对 胜利盐水 等等等等 跟这一方面相关的 美国都要自己干 不依赖中国了 这个东西可能有危险 中国可能在这个里面 要动点手脚 打进人体内的 这个玩意儿是很危险 那么对华为的制裁 早就开始了 对中国的商品的 惩罚性关税 早就已经开始了 对中国这个制裁 那个制裁包括不允许中国进入NASA 对吧 跟NASA 在这里面扎进行制裁吗 那不是美国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美国八月份的CPI 同比上涨 百分之八点三 远高于预期的百分之八点一 这百分之八点三 很多人说 连续两个月已经降了吗 怎么降的 美国释放了 战略储备石油 降的 而且战略储备石油 已经如此大规模的释放 让美国的石油战略储备 达到了1984年 十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就是美国的现状 百分之八点三 你以为很低吗 这个不应不低 非常高 所以说美股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马上就开始暴跌了 而拜登正在白宫 开什么庆功宴 拜登跟布林肯 在那个地方 吹牛逼说 乌克兰取得了突破 但是道路还很长远 道路还很长远 什么叫道路还很长远 这个话 我有点听不懂 对不对 这好像跟台媒 跟台湾宣布的 俄罗斯已经战败 好像相去甚远 对不对 台湾还要呼吁欧盟 来进行制裁 美国制裁中国 已经是很吃力的事情了 你也知道 比如说 在恒大暴雷 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美国的养老基金 在这里面投资了 大把的钞票 布林肯亲自来 过问这个事情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大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 你是不是要制裁 可以 把中国的财产都给没收 我中文把你的财产 都给没收掉 大家就等下交换了 看谁先扛不住 对吧 台湾要找欧盟 来制裁中国 这不就是我说的了吗 你这个种风 不就是在所谓的 台湾政策 反正通过之前 然后 搞这么多弯弯绕 我说过 这个东西 没有任何意义 是 欧盟要制裁 但是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欧盟的天然气储备 将在2023年2月份用干净 也就是这个冬天还没过完 它就得用干净天然气了 这个冬天 欧盟是非常难熬的 老百姓的用气是保证不了的 企业更别说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欧洲的产业链跟供应链 纷纷迁往中国 对吧 我们都知道 德国的这么多企业 最佳在中国的投资 你说欧盟来怎么来制裁中国 他拿什么来制裁 那个时候 他的经济已经全面崩盘了 崩掉了 你说他拿什么东西来制裁 是不是 所以说 老兵说了 这个万万全是无稽之谈 所以我说中共早就已经算好了 九月份习近平到乌兹贝克斯坦 参加上河组织国家领导人峰会 巩固自己的跟盟友的关系 把自己的大后方后院都经营好 保障一带一路的畅通 对吧 获得自己盟友的支持 最重要是获得俄罗斯的支持 具体去谈 我武统俄罗斯怎么做 同样的 跑到哈萨克斯坦 跟哈萨克斯坦 进一步提升战略伙伴关系 保障好中国的大后方 历史安书委员长 访问蒙古 尼泊尔 韩国 俄罗斯 重点就是去争取这些国家 对吧 美国也在争取他们 中国也在争取他们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战略布局 明眼一看就知道是干嘛的 对吧 所以说 布局完以后 十月 二十大一召开 人时布局一稳定 对吧 谁升官 谁到战退休 搞清楚以后 对不对 十一月份 在G20峰会上 可能习近平跟拜登要见一面 最后 The last of the time 对吧 那么拜登 他有什么筹码 想要干嘛 跟习近平来谈一谈 最终 然后这个时候 欧洲 已经进入到严酷的冬天了 老百姓叫苦不迭 对吧 十二月份 一月份 差不多 或者明年二月份 这个欧洲不行了 美国更不行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对吧 然后 无从台湾 那就是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把民进党跟国民党的渣子们 全部给他杀光 铲除掉 除掉 对吧 那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归宿 还有一个事 我们来看一下 媒体 欧盟情报中心负责人取消台湾事情 因其计划被北京获知 据引外交官的话报道 欧盟情报和情况中心 负责人 何塞 卡西米罗 穆尔加多 本打算串台 在他为串台进行的绝密准备工作被北京获知后取消的行程 消息指 何塞 卡西米罗 穆尔加多 本应在十月低调串台 会见台湾官员 但北京获得消息并向欧盟施压 以使其放弃串台后 这名欧盟间谍首领的计划进入了死胡同 不过 据一名欧盟官员透露 穆尔加多并未打算串台台湾 他本想通过电话联系闹尼官员 但鉴于北京对美国众议议长 佩洛西串台的反应而决定放弃对话 欧盟官员并未说明 是否在计划 针对可能的有关穆尔加多计划的情报泄露展开调查 为什么 欧盟的情报头子 想串台 被北京会知道 对吧 这不就是北京的这个间谍网络 布置的也非常牛逼吗 同样的 我发现你要串台 你有种也像佩洛西一样 我老娘就要去 老子就要去 为什么不去 对吧 还不是因为忌惮中国的这个制裁能力吗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过台湾 擦亮眼睛看看 欧盟不敢来 为什么中共向欧盟施压 欧盟就这种官员就不敢来了 他们知道他们即将面临什么 俄乌冲突 就像你他妈在那一银吹牛逼讲的 一边掏鸡把一边捏笔在那写的文章一样吗 一银自卫吗 是不是 对吧 所以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这种诈骗基因 为什么俄罗斯战败了 俄罗斯战败 那白脸说 愣众而到远路还很长呢 他妈的 就知道吹牛逼骗 就是一帮诈骗犯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鼻子 喜欢点赞订阅计辑 谢谢 受死吧 受死吧